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大家早安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我们要一起来研究Power BI技巧应用延期班 那这个课程主要是要跟各位介绍Power BI这套软体的应用 但是其实我们这课程本来是3天 后来变成2天 我只能牺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是大家可能也感受不到 但是这是你读研究所一定要具备的一个最基本的研究设计 这一段就只能全部忙掉 期待你们真的报名进阶的课程 这个研究所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要讲的是外貌资料 也就是进出口 那我想跟各位就介绍一下 我们看到了一大堆的现象 哪些现象 那这些现象呢 如何快速的掌握 掌握之后呢 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 那接下来下一件事就是要去形成所谓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那怎么解决 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一个研究设计 只是这部分必须要整个都拿掉 感谢能量 再来妈妈